第一颗鬼流剪成了这样有人说我审美差 第二颗剪成这样有人说我瞎剪 第三颗我不知道怎么剪了 因为这颗更难看懂 养十几年流汁到位的话 商铅的身装到成品价值可以放十倍以上 因为流汁不到位我才能以四千亿颗的均价拿下 按这样的基础八年左右价值至少可以放五番 你觉得这个饼能实现吗 这颗跟旁过度很好 只是背上有一个很大的汁像个杯锅 严重影响了线条流畅度 飘汁下垂毫无力度 应该是帮硬的时候折断的 刚好拉一下能形成一个硬角 裹上电弓胶布 吸纸保护一下能完全一合 这个顶值应该是弹簧厂的退休工人做的 看着过度差不多了 直接去掉等心牙再需顶 鬼流的萌芽力强 只留需要的枝条生长速度很快 尤其在昆明冬天也能长 枝条重新定型 现在的定型值为了一级枝 所以不能减短 近期的大庄改作视频说明了一个道理 想要有非凡的成就 要有钻石断腕的决心 每一次长忍的改变都是成长路上的自我克制 盆景如果放任生长 还不如一棵绿化树 人如果完全放纵自己 和禽兽有何区别呢 是不是很有哲理呢 看到这里还不点赞吗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